同样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最新的春节防疫直译 这两天将会公布 绝对官陈时中的透露了 其实内容大部分都是原则性的建议 包括说不要到人潮拥挤的地方去 人挤人 吃饭不要逗留 吃完就赶快离开 还有就是要勤洗手 戴口罩跟打疫苗 那么有医生也引用了日本的研究发现 拿下口罩边吃饭边讲话 就会喷出将近一万颗的飞沫 提醒大家用餐真的是风险很高 也有专家表示 这波疫情比较大规模的群聚 是21号爆发的远雄自贸港区案 最好观察两个潜伏期 到2月18号之后才会比较安全 不过陈时中则认为 如果疫情没有扩大 其实只需要观察到2月7号 购物出油聚餐 农历年有好多活动可规划 但国内疫情不稳定 还有不少感染源不明个案 到底春节行程该怎么调整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这两天会公布春节防疫指引 专家已列出自保之道 如果飞到疫情热区 建议戴双层口罩 也要赶紧打完第三剂疫苗 医师黄生则引用日本研究 发现如果同桌四人用餐 一样是谈话一分钟 坐在临座的人会比对座的人 多接触到5倍的飞沫量 只要在吵杂的餐厅内用餐 拿下口罩边吃饭边大声说话 就会喷出近1万颗飞沫 不小心喝水呛到咳嗽 也会喷出近1.5万颗飞沫 至于这波疫情 比较大规模的群聚 是1月21号爆发的 远雄自贸港区案 专家认为要观察两个潜伏期 也就是要到2月18号之后 才会比较安全 就怕过完年人流大量移动之后 会让疫情再起 防疫警戒升到三级 有多少几率 陈时中没正面回应 仅表示跟国际相比 台湾还只是零星个案 先积极疫调防堵 让大家安心过好年 谢谢中博岛